刘文静和裴继 都是晋阳起兵的主要策划者 两个人从一开始 就是李渊的左膀右臂 对大唐开国所作的贡献 可以说是难分不重 但是从私教上来说呢 李渊和裴继是好友 而刘文静则与李世民的关系较为亲密 因此在李渊的心目中 裴继的重要性自然要比刘文静要略胜一筹 所以裴继的地位也自然要比刘文静高出一头 李渊开设大京军府的时候 裴继任长使 刘文静任司马 李渊入关称为大丞相的时候 裴继转任大丞相府长使 刘文静也转任大丞相府司马 李渊称帝之后呢 裴继官拜上书又仆社 刘文静官拜纳言 基本上可以说 在李渊的政治军事集团中 除了李建成和李世民之外 裴继始终是第一号人物 而刘文静则始终是屈居第二的 那么刘文静会服气吗 他不服 当然不服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才干和胆略都在裴继之上 而且所立的军功又比裴继多 凭什么裴继就老是压过他一头呢 正所谓不平则鸣 刘文静当然也要明啊 武德元年 李渊登基之初 经常与裴继同坐同时 刘文静马上抓住了机会 上奏李渊说 陛下君临异诏 率土莫非臣 昔日纪元帝赵王导生育做共作 王导推辞说 若太阳辅同万物 是群生何以养照 而今贵贱十位 陈以为非常久之道啊 李渊一下就听出来了 刘文静这话里头啊 有股子酸味 他笑着笑 你刘文静既然学会寒沙摄影 跟我大掉书袋 那我不妨也跟你掉一回 他笑着对刘文静说呀 这个昔日光武帝刘秀 与旧友严子灵共寝 子灵把脚都压到皇帝的肚子上了 光武帝还不是一笑置之吗 而今诸公德高望重 并且都是朕的旧交好友 往昔的欢聚之行 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公切勿介怀 天子李渊处处护着裴激 对刘文静的谏言是根本不予理睬 甚至还有点反存相机的味道 刘文静怎么可能不介怀啊 随后的日子 刘文静开始在朝堂上公开与裴激唱对台戏 凡是裴激赞成的 他必然就反对 凡是裴激反对的 他必然赞成 二人从此是公然决裂 并且反目成仇 前水元兵败之后 刘文静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了职 虽然后来他又随着李世民扫平薛人果 因公着升了民部尚书 但是地位大不如以前了 从前担任纳言的时候 好歹还是个宰相 耳机与裴激相比 身份已然悬殊 刘文静越想越气 经常和他弟弟 时任通知散其常事的刘文静 一起是借酒交仇 有一次喝醉了酒 刘文静居然拔刀门砍柱子 他怒骂 总有一天要砍了裴激的脑袋 可是还没等刘文静砍掉别人的脑袋 自己的脑袋就掀掉了 说起来也是事出偶然 只能说刘文静是走了霉运了 就在他满腹牢骚郁寡欢的时候 他家里呢 平白无故的发生了一些稀奇古怪的事 刘文静就怀疑这是妖媚作祟 于是让刘文静帮他找了一个巫师 做法屈妖 这请人屈妖呢 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偏偏这个巫师 又喜欢装神弄鬼 一连几日都是大半夜 在那半明半暗的星光下做法 而且劈头散发 口闲利刃 看上去十分的恐怖 你说是屈妖啊 其实他本人更像是妖 巫师喜欢装神弄鬼 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可偏偏又有一个家人呢 告发着刘文静 对他请巫师屈妖的事情 做了一番天油加醋的描绘 和别有用心的解释 所有描绘和解释 最终指向的目标 那就是谋反 事情陡然变得就严重起来了 本来裴基还愁呢 他抓不到刘文静的小辫子 这回倒好 是他自己家人把他卖了 那你刘文静 你还能怨得了谁 这个告密者呀 是刘文静的一个小妾 因为与其他的机械争风吃醋 施了宠 索性就诬告刘文静谋反 把他往死里头挣 所有对刘文静最为不利的偶然因素 似乎突然间全都凑到了一块 所以我们只能说 刘文静这回呀 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不死都不可能了 李渊即刻将刘文静逮捕 命裴基和肖宇担任主审官 他明明知道裴基与刘文静是不共戴天 还让裴基去审案 李渊的用意不言自明啊 审讯中 刘文静是做出了这样的供词的 他说 首义之初 陈任司马 与长使裴基的地位和威望都差不多 而今裴基贵为仆社 拥有豪宅 而陈的官位和场次呢 与常人无异 陈东征西讨的时候 老母亲和家人留在京师 陈都没时间照顾 所以陈确实是心存不满 再加上醉了酒 才会发出了怨言 李渊拿着刘文静的供词 在朝柜上对群臣们说 看看啊 观文静此言 很明显就是想造反呐 其实满朝文武全都心知肚明 刘文静落到了这步田地 绝不是因为他想造反 而是因为他得罪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当朝的宰旨 陪继 陪大人 因此呢 他也就得罪了天子了 换句话说 他纯粹就是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 那既然如此 谁还敢替他说话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 只有肖宇和李刚 替刘文静说了公道话 他们都坚持认为 刘文静是绝无谋反之意的 最后李世民站出来 一再替刘文静辩护 李世民说 当初在晋阳的时候 是刘文静最早提出了举意之策 后来才告诉了裴继 等到功课经师 他们所得到的信任和待遇 却相差太大 刘文静的失望或许是有 但是绝不敢谋反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替刘文静辩护呢 表面的原因当然就是 李世民是出于公信仗义之言 可深层次的原因则是 刘文静现在已经成了 秦王帐下的头号俯臣 是李世民在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 早在晋阳起兵前夕 刘文静和李世民就已经 兴兴相惜关系非同一般 到了武德元年七月 李世民任元帅 西征薛举的时候 刘文静则是元帅府的长使 同年十二月 李世民官拜太尉兼 陕东道邢台上书令的时候 刘文静再次担任陕东道邢台 左仆社 说白了 刘文静现在不只是天子李渊的 民部尚书 更是秦王李世民的死党 对此 李渊不可能没有意识到 当然更不可能 无动于衷 因此 对裴记的宠信和重用 以及对刘文静的疏远和意志 在李渊这儿 绝不仅仅是出于旧交情的 深浅厚薄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李渊必须要防止 出现一个与朝廷权力平行的小集团 即便这个集团的领袖 是他亲儿子李世民 那也不行 进而言之呢 李渊也绝不允许 他的任何一个臣子 把本该献给他的中心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即便这个臣子是开国援训刘文静 那也不行 基于上述原因 李渊是绝不会放过刘文静的 所以李世民出面替刘文静辩护 不但不可能挽救刘文静 反而会强化了李渊对这些事情的判断 以及他杀鸡静猴的决心 为了帮助李渊下定最后的决心 陪记在私下里一再对李渊说 这刘文静啊 他这个才干和智力确实是超过常人 但是他性情是轻浮凶险 且悖逆之言 业以招然 何况当今是天下未定 外有劲敌 今若设之 必宜后患 尽管李渊心里早已做出了决定 可诸杀刘文静的诏令 还是在他手里压了好多天 判断一个开国功臣应不应该杀 不仅是在考验着天子李渊的智慧 更是在考验着他的情伤啊 因为这天子也是人 要诸杀一个功臣 他内心深处不免会有诸多的不忍啊 但是不管有多少不忍 那道让刘文静人头落地的诏书 最后还是从李渊的手里发了下去 不得二年九月初六 刘文静与刘文奇一同被斩首 家产超莫 临行之前刘文静仰天长叹 高鸟市粮宫藏 故不虚也 其实刘文静的这句临终遗言 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感叹而已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这他与死地的原因绝不是如此简单的 真相就是 刘文静的存在 严重威胁了李唐王朝最有权势的两个人的政治利益 首先是天子李渊 当他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小集团的羽翼正在他眼皮底下逐渐丰满的时候 他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其次是首席宰相裴继 面对刘文静这种才干和功勋都不在他之下的政敌 他当然不会无所作为 所以当李唐王朝这两个最有权势的人 决意让一个人三更死的时候 他绝对活不过五更的 刘文静之死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诛杀功臣事件 这个事件无疑给历日当空的大唐王朝抹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同时这个事件也在李渊统治集团内部 更准确的说是在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之间刻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 这道政治裂痕一旦出现便再也难以抹平 随着李唐王朝扫灭群雄统一天下的进程逐渐的深入 这道裂痕也在不断的扩大 等到李渊父子肃清外敌巩固政权的事业完成 这道无形的裂痕就将演变成一个可怕的深渊 最终使得李渊父子的亲情彻底断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之死实际上已经给了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便 埋下了一个优位而又深远的伏笔 武德二年 李唐王朝在西北战场上不战而胜 在北面战场上不战而败 而在东面战场上那则是屡战屡败 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 窦剑德就对驻守河北的唐军发起了猛烈进攻 致使唐军节节退败毫无还手之力 若用二月 刚刚消灭宇文化级的窦剑德就迅速攻陷了行州 升前了唐行州总管陈军斌 六月三日攻陷苍州 八月初 窦剑德亲率十几万大军 禁逼明州 唐淮安王李神通退守向州 八月十一日 窦剑德攻克了明州 唐明州总管袁子干投降 八月十九日 窦剑德挥师直指向州 李神通再次逃往的黎阳 投奔了李世纪 九月四日 窦剑德攻破向州 斩杀唐向州刺史吕民 九月二十五日 窦剑德攻陷赵州 升勤唐赵州总管张志昂 和抚卫使张道元 至此 唐朝在河北的城里 几乎全部落入了窦剑德的手中 十月 窦剑德率领大军 继续向南挺进 逼近魏州 在距离阳三十里的地方 窦剑德亲自率领 前锋部队 与李世纪部将 邱孝刚的三百名前哨骑兵遭遇 邱孝刚一向羞勇善战 首先发动攻击 窦剑德败退 幸亏大军随后赶到 窦剑德才转危为安 邱孝刚寡不敌众 被下军斩杀 所部无疑生患 遭遇突袭的窦剑德一怒之下 转而命令大军围攻李扬 很快将其攻克 淮安王李神通 秘书城魏征 李世纪的父亲李盖 唐 同安公主全部被俘 只有李世纪带着数百名骑兵 突围而出 渡黄河南下 但是 李世纪一越过黄河 就勒住了江生 因为他的父亲 在窦剑德的手中 这让他无论如何也放心不下 经过几天的矛盾和挣扎 李世纪最终还是调转码头 回到了黎阳 投降了窦剑德 窦剑德大喜过望 随即就任命李世纪为 左宵魏将军 仍然镇守黎阳 却把李盖留在身边充当人质 同时 魏征也被窦剑德 任命为 起居舍人 听说黎阳已经陷落 唐魏州首将 也随之投降了窦剑德 数日之后 唐华州刺使王鬼的家奴 刺杀了王鬼 携带首级 献给了窦剑德 窦剑德说 这家奴害死主人 实属大念不道 我窦剑德 怎么可能接受你这种人 随后 命人将那个家奴斩首 连同王鬼的手机 一同送回了华州 华州军民顿时大为感激 无不钦佩窦剑德的为人 当天就相约 向窦剑德的使臣 请求投降 随后 相邻的州县 以及当时 盘踞在衍州的 遍民首领 徐元朗等 全部是望风而降 10月24日 大获全胜的窦剑德 班师凯旋 返回明州 开始兴筑万春宫 随后 将下朝的都城 从北部的乐寿 迁到了靠近河南的明州 以利于进一步 精略中原 请参加 20夏丹 旦未来 所以 把 효诚时 参加